林隆 現在處理得怎麼樣 都在處理退廢的問題 不但處理退廢的問題 還要再處理接下來後面的團 如果宣布是一級可以退嗎 不可以退 一級喔 一級 一級的話 我們先說日本團好了 日本是三級 近前兩級 二級 現在三級 我這裡有一個資料 不知道這個攝影機可以拍得到嗎 一級的時候是第十三條 你看 反正你如果來跟我扣這個幾天之前 幾天之前是扣團會的這十趴 二十趴 三十趴 然後這個地方接下來五十趴 照考 比如說你的團費到日本好了 四萬塊好了 四萬塊 那你看你幾天之前來跟我退 你如果是出發前的一兩天來退 你只能拿兩萬塊回去而已 這個是一級 一級就看你退的時間點 對 越進扣越多 二級的話這個地方 二級是用第十五條 第十五條裡面還有就是 你幾天之前來扣款 然後接下來還有幾趴 你要退 我要扣你幾趴 但是不可以超過五趴 不可以超過五趴 第三級就可以通通不用扣 持有必要費用 反正第二條就是必要費用之外 最多加五趴 對 第三級就是必要費用 對 可是現在最多爭議就是什麼叫必要費用 對 因為旅客都覺得都沒有必要 但是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他就是要扣 我會有在費 但是他就是要扣 這是必要費用 所以有爭議點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現在品質保障協會他要申訴 然後他又到消保法 那個消保官要去爭議 但是接下來又卡到民法跟那個什麼 又扯到那些民法裡面 跟好像品質保障協會裡面的法 有一些又有衝突 所以說就一個貪污審薩部 不過看起來三月的櫻花團 是完全不可能出發 日本大概是四月 四月什麼 櫻花團大概在四月 日本四月 現在台灣已經比較低 我們在三月 日本櫻花團主力 都是在三月底四月出這段時間 是日本櫻花團 所以現在也不可能去 不可能 觀光局都已經宣布 全部禁止出發 然後剛剛 到什麼時候 對 無限 無限延長 那是可以網路看櫻花 剛剛黃先生醫師在問說 那之前有人看情勢不對的 就先退的 你是不是照PASS CALL的對不對 然後現在已經第三級了 我錢還給我 反正現在第三級 那不可能 因為你是那時候退的 我們那時候就取消 取消航空公司就先跟你CALL了 又要照企業種 那這又有得告了 客人現在很會告你